再繼續來邀請到我們的後半段的參賽者了 計算下一位的話 讓我們歡迎六號的王曉筠 讓我們歡迎曉筠 曉筠的身高是168公分 體重50公斤 而且腿裡船同樣有103公分喔 哇真的是又細又白的腿 佛剩在後方看著吃流口水 真的非常的天氣 讓我們歡迎曉筠 曉筠好 曉筠大家好 今天只用這個小麥就可以了是不是 曉筠 今天的話聽說 妳也是媽了對不對 對 我有兩個小孩 真的是真的兩個小孩對不對 所以小朋友在哪邊 在那邊 那位小媽 洋老公跟我們的小朋友 真的很不可思議 我覺得今天根本是美腿裡王參賽了 根本就是什麼辣媽總決賽之類的 真的是身材太好了 而且又非常的白來比賽 這複色有點差太多了 平常的話有沒有什麼保養新的 跟我們現場的朋友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其實如果腿的部分的話 如果有的女生其實比較容易水腫 那我們可以喝紅豆水 紅豆水 那他可以就是幫我們做一個排水的動作 那如果說因為女生喜歡穿愛漂亮嘛 喜歡穿高跟鞋 我們就可以買一些眉腿霜 然後去做按摩 對 比較不會有靜脈曲髒 對 所以也是配合眉腿霜然後做按摩這樣 對 妳就這樣而已 其實妳就這樣 我也有擦眉腿霜啊 為什麼擦我 妳大概也很漂亮 真的好 那今天的話呢 其實關夜的話 也要為我們帶來呢 一個很特別的才藝表演 其實今天呢 他主持人跟他Rundown 所以妳就覺得很非常的期待妳的表演 因為呢 跟一般其他的真的不太一樣 今天他為我們帶來的表演是 介紹鑽石 因為平常的職業是有關於 鑽石建廠嗎 對 所以妳是寶石建廠師嗎 不是 不是 我是寶石工程師 在外鑽石的 寶石工程 寶石也有工程師喔 因為這是我們的公司的名稱 因為我們對於銷售鑽石方面 是非常專業的 是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培養 非常多的專業知識 對 所以我們公司會把我們稱作 鑽石的工程師 對 聽起來 非常漂亮的一個頭銜 而且又非常專業的感覺耶 鑽石工程師 那我們就來接下來的話呢 要請小儀來為我們介紹的鑽石 真的要教大家 怎麼去看別鑽石的等級之類嗎 對 好 那其實因為相信呢 因為我們今天現場的所有美女們 以及要送鑽石給太太 或是女朋友的帥哥們來說呢 也是一個非常受用的一個知識喔 所以希望現場的朋友們 可以在我們一些小儀的介紹之下呢 也可以學到一些關於鑽石的知識 那接下來我們時間交給小儀 嗨 大家好 想必剛剛大家已經看過非常多的 宰哥宰舞 那今天的這個才藝表演比較特別 可是大家要注意聽 因為我有準備小禮物要送給大家 所以如果等一下有專心聽的學生們呢 只要舉手發問回答我的問題 我就會送小禮物給你們 對 那其實呢鑽石來說 一般大家都會覺得是一個非常遙不可及 好像平常比較不敢去觸及的地方 通常我們會接觸到鑽石通常都是 可能結婚的時候才會想要買鑽戒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 鑽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嘛 那如果男人想要另一般幸福的話 他想必要跟這個好朋友拉近距離 所以我簡單的介紹一下鑽石的等級 如果呢其實大家有個概念 就不會覺得其實鑽石好像這麼的不親切這樣 那一般或許在場已經有觀眾知道啊 我們判別鑽石是用那個4C下去 會區分它的等級 來第一個重點就是 第一個C 重量 我們常常聽到幾顆拉幾顆拉 那第一個重點就是 一顆拉它等於100分 對那一通常一顆拉是女人的夢想啊 所以它就等於是100分 那所以大家要聽仔細喔 那當然越大顆拉數 鑽石的重量就越大 那第二個呢就是進度 也就是顧名之意呢 就是鑽石的乾淨程度 那因為鑽石它是天然的礦石 所以它每個鑽石裡面 它都有它的屬於自己的內行物 那國際的進度來說分為11個等級 那最高的第一名呢它是FL FL基本上去在市面上比較小看 然後是屬於國務館的等級 所以那一般來講在外面IF的話 就是已經非常高的等級了 那其實呢鑽石的內行物 其實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因為呢就像馬力聯盟錄的字一樣 如果它沒有那顆字 它就不是馬力聯盟錄了 那所以它鑽石的每個內行物呢 就代表它每一個獨一無二 因為人造的鑽石人工的東西 它是沒有辦法創造出來的 那如果說在VGS2以上的話 基本上是用肉眼看不太到的 我們必須拿專業的十倍放大技巧去做鑑定 那SI以下呢其實就是肉眼它會比較容易看得見的部分 然後那接下來是顏色 那我們常常有時候都會聽到 欸我的鑽石它的鑽石是什麼color的 那它就是屬於它的顏色部分 那國際鑑定的顏色的等級 它總共分為二十三個等級 由D到Z 那其實鑽石呢就是等於是它的體色 也就是說呢在做各位有些人的膚色比較深 有些人的膚色比較白的意思 那其實它也沒有所謂的好跟不好 只是因為 嗯 越往前面幾乎的顏色它越稀有 所以我們一般聽到D color或E color F D F這邊的話 它價格相對的也會比較高 對但是也是有人會比較喜歡後面比較淡微黃的顏色 因為有時候做生意的人啊 嗯 大米黃的體色其實也是相對有一個招材的作用 其實也是會有人會喜歡的 就是看對人的需求 那最重要的就是車工 嗯 我們說其實啊以前的車工就像這個 它比較矮胖或者是比較瘦長 那我們就會像許淑美的身材一樣 因為鑽石它本身不會發光 它是靠光線的折射 所以呢它如果身材太矮胖或是太瘦長 像這個許淑美的身材 它那個光線下去的話 它就會從底部漏掉 那如果比較矮胖的鑽石 它就有點像排比比一樣 或許它鋪著也是很白 可是它沒有辦法就是非常的反射它的光線 那其實最好的頂級車工 就像我們現場今天就是比賽的各位美腿女王 包括我自己 就是身材比例比較完美的 那它就是可以成為一個世界上最全最亮的鑽石 好那我現在要問問題 那你們舉手的話我就送禮物 第一個問題 Dicola等於幾分 後面那個美女 好那我就送她幫她鼓勵一下 謝謝 好然後第二個問題 請問什麼樣的進度 在國務館裡面 比較會看見 123 好 好送她大哥謝謝 好那 那接下來一個問題就是 呃 鑽石 顏色 國際 等級 總共分為幾個等級 好 好 好 大哥送給你謝謝 好 最後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我叫什麼名字 好 好 謝謝 好 我的彩票已經到這邊 謝謝 謝謝小魚 其實小魚 你也快當主席了 你可能發現的口才非常的好啊 而且介紹 對於介紹鑽石也非常的詳細喔 謝謝小魚 今天的Style才藝表演喔 謝謝 謝謝 好 清場的朋友 接下來 讓我們歡迎